第一次来如此强大的阵容 我们这次绝对是大片了 我跟你说 那咱们六边词跟大伙 那咋办吗 没有谁也没法和来 这都是命 怪不了别人 在牧区的人 大多数都会讲那个 带有那种跑调的这个普通话 其实挺不好跑的 跑着跑着 就不知道跑到哪个方言去了 我城里房子太小了 怕住不汗 你是陕西人 能干活 心肠又好 这女人太少了 你们两个 你怎么没有台湾口音 心肠一号的女人太少了 你这是胎俊 方言讲不好 观众就跳戏了 观众一跳戏 你这戏不成立的话呢 大家肯定就会觉得不好看了 那咱们就玩命练 跑调的蒙古话 好吧 只有两天的时间练习 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挑战 特别请了这个 讲蒙语的老师 过来指导我们一下 我不用大惊 蒙语老师呢 他就给我们做了这个 排词部分的录音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听啊听啊 跟着练习练习 这些都是蒙古来的 对 今天都是蒙古来的 对 我当时就是跟美术部门的要求 就是希望我们还原 真实的蒙古人的生活这种 最终就是从蒙古 去买了一个真的这样的蒙古包 还有蒙古包内的所有的陈列 这些东西都是从蒙古运来的 对我们不了解的民族的一些文化 我们必须得去玩真的才行 这衣服略微有点瘦 应该再肥一点 里边夹得胖好才能感觉出这个人 有雍容 雍容 就是这个粉 就这种粉的那个帽子 老师不合适 是不是这样还行 我感觉这蓝的比这粉的像 有点对冲的意思 帮你用水 太少年郎那种感觉了 这个东西要调整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逼出来的 节目组给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就只能拼着 冠冠难过冠冠过的精神来做吧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表演上 一定要收稳 真实 点到极致 就不能撒开了颜 谢谢各位老师 大家辛苦 谢谢 幸福 谢谢你们给我信任 然后接受我的意见 特别对 说得对 谢谢 我真的真的真的谢谢大家 好吗 推下 放下 不听老婆话的男人 都是傻瓜 几位演员都还是比较聪明的 所以慢慢地就都 离自己的角色特别近了 感觉到大家的每一次 都会比每一次好一些 我没有信心 还有什么呢 对 我们这么多人的努力 可能最后会呈现一个 不太一样的舞台的剧目 加油 加油 加油